第八章 第二節 株連閉合之雙膽的配對與跑位 第八章 第二節 三樓修 第八章 沒有所有的敵軟道 通过这段视频,大家能够观察到些什么呢? 是否感觉这比赛行云流水,挥洒自如?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从中汲取知识和技能呢? 其实,其中主要蕴含着两样东西,是需要大家学习的 第一个就是配对的方式方法,第二个就是跑位的密切配合 这也是咱们本堂课要学习的重点内容 为有效地实现株连闭合,我们首先要知道不同的配对组合特点 以及整体的跑位方法 双打的配对 通过前面的内容学习 我们知道了,冰包球运动中有很多种不同类型的选手 包括打法上的两面反胶 颗粒胶 肖球等 为了充分地发挥两人的优点 实现互补 我们本堂课就讲解四种较为常见的配合组合 一,不同持牌手的配对 这种配对方法可以有效地缩短跑动范围 充分发挥两人的正手威胁性 强调以一左一右的站位优势形成正手回球的压制 进而争取主动 二,打法风格的配对 第一种速度和旋转的配合 速度型选手 站位靠前 旋转型选手 站位稍后 这样就形成了一前一后 一快一慢的立体攻防体系 第二种 凶狠和稳的配合 凶狠型选手 负责进攻 而脚稳的选手 负责防御 这样就形成了胸与稳的平衡 三,不同性能胶皮与快攻打法的配对 这种配对 要求一个人使用两面不同性能的胶皮 反手以削、推、搓为主 正手具备一定的抢攻能力 在不断地回球节奏变化中 为另一个快攻打法的人 创造进攻机会 这种配对 这种配对使对方一时难以适应 往往能一鼓作气拿下比赛 二,双打的跑位 双打的跑位 相对单打来说 范围更大 难度也更大 不仅要根据队友的节奏进行判断和移动 还不能阻挡队友的跑位 因此 既要求会跑 能跑 还要跑的默契 那么 不同的配对又该如何进行有效的跑位呢 一 左右配对的八字跑位 就是配对是一左一右的持拍时 可以进行互不影响的八字跑位 要求在击球后向自己的反手侧移动 充分让开球台 二 两个右手配对的三角跑位 就是配对的两个人都是右手持拍 这就需要进行三角跑位了 要求始终有一个人在球台上 且有一个人位置烧钱 相互不影响 三 一进一中 配对的T字跑位 就是一个进台快攻打法 与一个中台攻球打法的配对 一般常用T字跑位 要求前者多做左右移动 后者多做前后移动 这种移动方法 也适用于一攻一销的配对 四 两个销球配对的跑位 两个销球选手进行配对时 一般采用 横斜向的移动 或者环形移动的方法 如果是进销配远销 则进销的人以横向移动为主 远销的人以前后移动为主 以上就是双打配对的特点和跑位讲解 希望大家在进行双打配对时 一定要考虑到两个人的特点 在跑位时也要进行针对性的跑位 做到有条不紊 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本堂课的要点 双打组合 长短补 配对确定 特点名 不同组合 跑位变 不爱回求 两相平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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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